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兄弟相 投手成文 我要感謝莊志偉 莊教練 OK 想的時候也是因為爸爸的關係 因為爸爸喜歡打球 有一度想說就不要打球去工作 以前啦 高中的時候 沒有 我要丟包片哪裡 高中教練 莊志偉 莊教練 不斷地告訴我說 我不打了是 他們是沒有什麼損失 然後損失的是我 他說 一批很好的千里馬 沒有遇到一個很好的伯樂的話 那千里馬再會跑也 跑到哪裡去啊 我喜歡丟到一個 掉墨西哥 我不會講西班牙文 我只會講英文 然後那邊也沒有很多人 聽得懂英文 在墨西哥只是差一點點 沒有掉眼淚而已 因為真的很苦啊 打球已經不快樂啦 已經提不起勁了 就覺得不知道每人這樣 這麼辛苦要幹什麼 沒有必要再留戀啦 機不如人嘛 只有 有覺得還是踢倒走就好了 就不要再繼續打下去 大學也是唯一的路啊 家電師跟我講說 很多人都沒辦法做到的 然後我輕而易舉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不繼續打下去 從打中華隊開始到現在 我大概是 比以前更努力百分之兩百啦 每天 失敗一次了嘛 我已經沒有退路啦 他 像一個我在棒球場上的父親 他也是我的老師 他也是我的 因為我家他都叫NC啊 他打來就是裝NC 沒有他從高中到現在 一直支持我的話 沒有他幫忙的話 我就不會有現在的 我就不會打球 你囉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